据黄金网1月12日报道,香港各大纪律部队去年年初逐步引入中式步操,香港警队也已决定将于今年7月1日起全面转用中式步操,除各典礼仪式及结业会操外,各级人员日常依需遵守敬礼等中式步操礼仪。 此外,香港警察学院于2021年12月30日推出中式步操电子学习课程,向人员简介中式步操的引入及应用,与港式步操的重点区别,以及相关基本知识和技巧。 值得一提的是,课程最后设有小测验,完成测验的人员可获发证书,网友纷纷点赞,说这才是我们中国人该有的风貌。 不得不说,还是中式步操,庄严,威武,有力量,以香港的那一套是个啥玩意儿,活脱脱像一群那啥在玩砸耍,小细节折射大变革,正如香港同胞所称,这是家国情怀的表现。 国企扛在肩上,国家永驻心中,走中式步操,走出中国人的尊严。 中式步操后,摘要泡面头,呼声响起,所谓泡面头就是香港法官所佩戴的假发,这一身特殊型套不是香港独创的,而是来自于英国。 法袍加假发的造型是英国法官近百年来的标准着装。 顺便普及一下泡面头,由于欧洲人中世纪一般不洗澡,头上会生各种昆虫及污垢,欧洲小黄士就在聚会时用假发遮掩,这就是泡面头的来历。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司法假发一定会在中国香港结束它的历史使命。